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请听 空中英语教室 晋修吉 你留在台湾那么多年 是因为什么缘故 因为我来台湾的时候 认识你们的话 你们也爱我 我也爱你们 这个也要变成我的家 我第二个家 第二个问题是 你现在已经95岁了 你现在会在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想我还会继续做你们的需要 我们来看看 准备是很棒的 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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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了 太远了 很多人就经常问他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退休啊 他说退休 退这个字就是往后退 我们人应该是往前的 我想我们老一辈的都有接触过 都做过他的学生 当然有时候不是他本人教 他所安排的 他所主导的这个 共同音语的这些节目 我想台湾大概很少很少 人没有受益过 他对台湾音乐的贡献 除了刚才我讲的音乐教育以外 就是成立天音和尚团 就是我们开始创作自己的诗歌 这是台湾教会 也是全世界华人教会 第一本华人的诗歌创作专辑 那这些音乐呢 影响整个华人的教会 也影响华人教会的音乐的风格 我刚才知道一个教授 你教什么需要 所以你需要这个就给你 所以他不只是一个语言教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 教育家跟一般教师不一样 教师把这个课教好了 就好了 教育家是什么 教育家是他有一个教育理念 我在他身边二十几年 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他爱人的心 他愿意帮助人的心 几十年如一日 而且一直非常有变化 跟得上这个时代 充满了一种热情 爱心的奉献 所以你说他在文化上 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 音乐上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 在语言上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 人家讲你明天 你明年要做什么 我这样明年都还没有发明 我要做的事 因为有的时候新的东西出来 你要愿意接受 我刚才知道很多人讲 I used to 不要这个样子 不要I used to 我从前走了 我现在还做 I still do I used to I still do 我还要继续 我还要继续 彭慧老师的先见 带领着我们 在英文的学习上 在一个国际视角的 一个开发上 做了很大很大的努力 而且对台湾的贡献 完全无可替代 这是一个台湾人 对他的友谊跟敬意